卖身丈夫,二十四孝之六,朝代汉朝,孝子董勇 姑娘,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要挡住我的去路呢?请你行恶方便,让我过去吧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讲清楚了,我就让你过去 我叫董勇,家住在丹阳,父母都已经不在了 因为我爹死的时候没钱买棺材,我便卖身到妇员外家里当苦工,埋葬了父亲 我这正是要去妇员外家做苦工 小女子我也有伤心事,你我都是苦命人 不知姑娘家住哪里,要到哪里去? 我叫小七,本来坐在旁埋村,千里迢迢地来找亲戚 谁知亲戚已经搬走了 我现在正无处可去 这样说来,我们倒是一样难命苦了 只要大哥不嫌弃,我也与你 怎样? 结婚 万万不可,姑娘说话没有仔细思考 终身大事不是儿戏 你我陌路相逢,怎么能结婚? 何况我卖身富家去做苦工,怎么能害你一起去受苦? 小女子不求富贵,不怕吃苦,就是看中你人品好 可是,这荒郊野外,谁来作证婚人,谁来当媒人呢? 大地作证婚人,怀音树当媒人 啊,怀音树? 他,好啊,怀音树如果开口讲话,我就与你结婚 如果不开口,请姑娘放我过去怎么样? 好,请大哥上前呼唤三声 此话当真 绝无戏言 怀音树,你若开口讲话,我就与此女子结婚,请你当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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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勇,你与小妻结婚,我来当媒人 啊,真是怪事儿,看来上天有一绕成全 董勇,这位姑娘是谁? 她是我的妻子 妻子?你的卖身器上明明写着你一人,现在又凭空多出一人 老夫怎么能白白养他? 我也能做工呀,我会织布洗衣 你会织布? 是的 好,既然你会织布,那么你就给我织出三百匹的沙罗布料 织好了,你们便可以回家了 好,口说无凭,要写下来,当证据 好,我这就写文乐 娘子 董勒放心,我很快就会织完的 三百匹,一辈子也织不完 哼,你们就别想回家了 董勒,你看 这,你真的制成了? 是的,我们这就去通知复远万 这,这怎么可能? 复远万,这些,够三百匹吗? 够,够,何止三百匹啊? 董勒,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回家?三年长工还做不到半年,怎么就回家呢? 复远万,当时,你说织完三百匹沙罗布料 我们便可以回家了 你还写了文乐 复远万,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忘? 哦,哦,哦,不,不,我记得的 好了,你们明天可以回家了 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回家了 本应欢喜才是 娘子为何愁容满面? 董勒,我,我其实是天上的仙女 因为上天被你的孝心感动 特地派我下凡来帮助你 现在,以前的再已经还清了 我也该返回天上去了 啊?这,这怎么可能? 娘子,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董勒,你我缘分是上天安排的 虽然我对你有情 可是天命难为 你不要难过了 我早后 你要好好过日子 生,生,世之以理 死,藏之以理 忌之以理 我先不让我来帮助你 我们下一个话 我来帮助你 有一点 你快到地盘 为什么那种 没看来 所以我早就听到 感谢观看